CGTV 是不是屎屎 這是屎屎 這是誰 是誰 歡迎收看 屎屎TV 今天準備什麼好吃的咧 我們要吃冷冷包嗎? 不是 不是喔 我們來看一下裡面是什麼吧 今天要介紹 HF Blendy的焦糖咖啡 它總共有五種口味喔 無糖的黑咖啡 這是抹糖 糖 焦糖拿鐵 黑糖 黑糖黑咖啡 微糖跟無糖黑咖啡呢 它可以選擇加冷水或者是牛奶都可以 拿鐵的 像抹茶 焦糖拿鐵跟可可亞 這三個本來是加牛奶的喔 所以 這是可可亞 這是150ml的牛奶 我們精準的用涼杯 接下來是請阿斯幫我們倒 巧克力 好好吃 哇 好美 那我們請達人阿斯斯幫我們試喝一下吧 這個味道還不錯 跟美露跟阿華甜比起來呢 它比較light 阿斯你覺得有yamme嗎 有 是因為巧克力吧 沒有 哈哈 是因為巧克力 所以阿斯達人覺得好喝 冰的檸檬 而且很方便 非常方便 我覺得 小資族或是趕上班 或是你平常在公司隨身帶著 去買一罐牛奶嫁下去 很快就可以搞定囉 抹茶了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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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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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位 它 焦糖阿貝 我們大人可以喝濃一點 所以呢 我牛奶等下只會加100cc 那它的建議是150cc 哇 我幫你加牛奶 嗯 還蠻香的 焦糖的味道嗎 有一點焦糖的味道 這樣光聞就有焦糖的味道了 還蠻好 聞聞看 還蠻好喝的 一顆就還蠻濃郁的 好香喔 其他官網上面有寫 就是你要加冷的或是熱牛奶 其實都ok 你要喝熱的就把牛奶加熱 不是把這個加熱 阿絲喜歡這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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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個這個 下一個 鬼糖黑咖啡 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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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動 喔 剛剛把100升的牛奶拿去加熱 熱牛奶 試試看熱的好不好喝 微糖黑咖啡 很美味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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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熱喝 更好喝喔 好喝 我覺得非常好喝 讚讚讚 他一包不到50塊 他一包只有4顆 你是泡2顆的話呢 也不到25塊一杯咖啡 多麼的方便又便利 牛奶加下去好了 一杯才55塊 還是非常的划算 我個人覺得 所以推薦你可以去喝喔 這不是業配 是我們真心推薦 下一個我們要介紹的是 無糖黑咖啡 我也要幫你加 來吧 喝喝看 好香喔 好香喔 那我們這次是嘗試加熱水 那熱水我就沒有加150那麼多 我加100cc的熱開水 我喝小小口多 我要來喝囉 你也要聞 你也要聞 又好香喔 不錯喝但是我覺得100cc的水還是太多了 可能只要加50到75 會比較剛好 下次我們要來吃下午茶 跟大家說等會見 我們現在要來試一個抹茶咖啡特調 好 抹茶咖啡特調完成 這次我們都是用它的膠囊咖啡來做喔 然後加上牛奶跟冰塊 我來試喝一下看看 香氣還是不錯的 雖然是加了冰塊 最上層是黑咖啡 所以你入口的時候是喝到黑咖啡的味道 攪拌之後 就有抹茶的味道啦 抹茶的咖啡 從上面混合上來 然後就抹茶這樣黑咖啡 一點點asset 一點點酸味 以冰咖啡來說算是OK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一顆膠囊只有12塊 後來就可以泡出一杯好喝的咖啡 方便、省時、又好喝 如果你有興趣也可以上網自己去買 我們也是上網去買的喔 謝謝你的收看 刺刺TV 下次再見啦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See you next time 掰掰